变形金刚真人恶不取的大力神到底是多少人合体的呢? 你知道变形金刚真人恶不取 堕落者的复仇Revenge of the Fallen 里的合体金刚大力神Devastator 连电影制作组以及还之宝的官方 自己都不知道是多少只狂派的工程金刚合体的吗? 几乎每款真人大力神的玩具呈现合体的人数都不一致 通常是6到9人不等 然而事实上 在电影中总共出现了9人甚至10人 而且还有一点要注意 真人版的工程金刚类似帝国的风暴兵 都是量产的复制军团 同一种通常会有好几只 而电影中合体的成员如下 1.大型挖土机清道夫Scavenger 负责躯体的主干 而清道夫跟电影开头上海之战的破坏者Demolisher属于同行 2.水泥车搅拌大师搅拌车Mixmaster 围攻城金刚的首领 负责变形头部 3.勾爪吊车亥塔Hightower 负责成形左手臂 4.一台不知名的推土机负责变形为左手 官方始终没给这台推土机名字 但是后来Studio Series的玩具 却是由一只叫废铁Scrap Metal的挖土机负责 5.除了这台废铁之外 其中有一幕亥塔的旁边又出现一台跟废铁同行的Volvo挖土机 在片中它并非与亥塔合体的左手 这台挖土机具体合体的不微不明 不过大力神将嘴张开使用黑洞涡轮搅碎机时 口中有伸出两只小型挖土机的挖掘产 我在想很有可能是这台Volvo 但是因为片中没有看到头部有其他挖土机连接在头部 因此这两只挖掘产成形的原因未知 6.复合型载货堆土机破烂Scrapper 负责整只右手 7.超大型的绿色美式载货沙石车暴走拖斗龙后 负责整条右腿和右脚 8.还有另一台黄色的美式沙石车是负责左腿 这台沙石车在工程金刚集合时有出现在其中一幕 是一台类似暴走的同行 但是后来官方被问到时 他们却否认这台黄色沙石车的存在 9.黄色的堆土机迅捷Skip Jack负责左脚 迅捷偶尔也会代替黄色的暴走变形成整只左脚 迅捷还有一台红色同行堆土机叫狂怒Vampage 就是在埃及和大黄蜂对打的那只 10.红色的脚接式载货车超载Overload 则是负责下腹部和屁股 纵上所述更有10台左右的工程金刚参与了片中大力神的合体 海之宝官方也因为曾多次被粉丝问到这件事而感到头疼 而且给的答案和出产的玩具一直很矛盾 最后官方在公式解说网站Vector Sigma Data Tracks 直接给了最终答案 他们说大力神的合体人数没有上限 合体人数越多大力神的体型就越巨大